Hello,大家好,我是香菜 这一期介绍一下游戏的界面 首先最右边是一个类似控制台的界面 上面记录了我们的操作信息 如果出现红色的信息 就代表了交易被拒绝了 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 查看对应的错误信息 右上角是一些信息提示 例如你被人打了 或者打下新的星球都会在这里显示 右下角是你当前鼠标 所在区域的一些数据 最上面一块显示的是你的数据面板 上面有一些你的分数或者你的垃圾数量 并且如果你想连接推特的话 也可以点击这个connect进行连接 下面的这些时间代表着 如果你使用了slow或者average的guest price的话 你需要8秒或者10秒来确认你的交易 左下角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过的探索信标 在最左侧有一些控制面板 首先是设置 我介绍几个常用的 guest price 一般选择自动平均即可 如果你想要更快的确认速度 你也可以选择20或者40的guest price 但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手续费 钱包信息 这个一定要注意保存好 自动确认交易 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已经勾选上了 导入导出地图数据 游戏的地图数据都是保存在本地的 如果你想在其他电脑上玩 就需要手动导出地图 RPC地址 我建议使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显示模式 如果你玩下来有点卡 可以勾选这个高比尔线模式 它会屏蔽一些低等级星球和背景 可以大幅提高流长度 但这个选项同时也会把区域划分也屏蔽了 所以一般我会选择 最下面的这个选项 也能提高一些流长度 插件我之后 会单独开一期详细的进行说明 下面这两个可以查看你拥有的神器 以及星球飞船的数据 接下来介绍一下星球的界面 左上角是星球的名字 下方的level是星球的等级 固定不变 让个是指星球升级的次数是会变化的 下方的数据如图所示 库存是指当前星球上的神器或者飞船 广播可以使选中星球 可以被所有玩家看到 帽子就是花钱买个帽子装饰星球 以上就是对游戏界面的介绍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